各位2021社会企业的好朋友们,大家午安,大家好。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,能够透过远距预录的方式和大家一同参与2021社会企业美好感谢再出发的记者会。 八年前的一场风灾重创了小林村,更夺走了数百位宝贵的生命。 不过再巨大的风灾纵使可以摧毁道路,可以淹没桥梁,可以冲垮家园。 但是夺不走对希望的热情和对生命的坚持。 2021社会企业的诞生发展和茁壮就是最好的见证,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讯息, 那就是小林村不但没有被风灾打倒,还努力变得更好。 有一部知名的电影在座可能有不少朋友有看过,The Shawshank Redemption,刺激1995。 他的主题呢,是一位不幸受到冤屈的人,靠着希望两个字,不仅生存下来,最后还重新获得了自由。 承载他所有希望的工具,只是一个巴掌大的小锤子。 2021社会企业的故事,一样起源于不幸,但是坚持不放弃希望, 更借由一颗微小的梅子,带领小林村走出困境。 作为社器政委,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许许多多的社器朋友, 在台湾的各个角落,创造这块土地上最感人最动听的故事, 值得大家更多的了解和参与。 最后,除了预祝今天活动顺利, 我也要祝福2021社会企业,再接再厉,白齿干头。 感谢各位的聆听,也敬祝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人生。 感谢观看。